嗨,我是温家华的达德佐祖,今集是继续用根据医学理论去比较 难度高的高温瑜伽和易实践对症的治病疗法的治病效率 例如自我调整脊柱可能是高温瑜伽治病疗效的原因之一 但是二十六色之中,其中的四色眼镜蛇色,蝗蟲色,高难度蝗蟲色和弓色都有自椎盘突出症和根治急性腰痛的疗效 但是需不需要做足四款差不多,又包括高难度的弓色呢? 假如减去重复的色字,加入二十六色之中没有的建立色就有增加防止胃酸倒流的功效了 在下将wikipedia有关高温瑜伽二十六色的英文资料翻译成综密 并且做了二十六色的疗病功效图 在左上就看到了,发现大部分是不对症的疗效之人 各位看图就明白了 相对来说,在下依据中国龙层花教授五十年整脊临床经验为基础而设计的自我调整颈椎 有降血压疗效已经得到西医和脊医的临床疗效证明 在我的其他电影里面已经有详细的报道了 有关的电影和连结在本电影和下面的连结说明中 瑜伽、静坐、气功、太极都属于身心灵综合训练 Integrated Mind Body Training 有关瑜伽的大型科学研究不是很多 但是根据2007年下列的报导 练习唐一元教授Professor Yi Yun Tang 从禅中衍生出来的Integrated Mind Body Training 新心灵综合训练可以优化神经系统结构 对于大脑的前扣大皮层的优化 可以在持命共振成像MRI中净得 这些是否是道家所说的炼精化气的客观实证呢 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下是两个实例 与瑜伽、色子相似的中国暂庄工和瑞工配合物中的 补平器或者道家的胎色是有特殊的疗效的 例如秘证黑女士,连黄香宅老师教授的 混原庄的暂庄工和金刚子 医好了她的视神经萎缩 Optic nerve atrophy 视神经萎缩的成因 多大因为青光眼没有及早发现 和治疗,视神经长期被青光眼引起的高眼压迫 使得视神经萎缩 所以每年最少要厌眼一次 对视神经萎缩此病 暂时中西医都没有好的疗法 被静黑女士,连黄香宅老师教授的混原庄 暂庄工和金刚子法医好了她的视神经萎缩的病 要好好地继续研究 第二个实例是我因为连南怀锦老师教授的 瑞工和静座的静工 取得胎色的初阶成绩 而不实在带劳化眼镜 左图是Dr.Sava,Dr. of Optometrist,眼科医生在2017年12月被我的诊断 阅读、写作和驾车都不用大眼镜 眼前方的晶体老化是老花眼的成因 由于年纪老,眼睛前方的晶体逐渐变厚和喪失了弹性 在晶状体周围的肌肉纤维 因老化变为弹性较少 眼睛更难聚焦于近距离 所以年纪大了一定出现老化 我因为练功有成自67岁到现在72岁 阅读、写作和驾车都不用戴任何眼镜 而且下额的咒文也因为练回春功而减少 这些传统的回春功法 对神经系统和人体的优化功能 西方医学还未曾研究出具体的练法 我们有责任要将仙义的文化发扬光大 好像唐一元教授一样 用科学的方法将练功的成绩表达出来 多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 请你点击喜欢和分享 分享的时候 例如其他朋友在面书和媒体 都会分享到这部电影 如果你希望我多点做这些同类的电影 请你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越多人订阅的时候 我就知道越多人喜欢看我的电影 订阅是完全免费的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gain